这是我们小宝贝 老婆我们要买房了 要买台北市哪里呢 要挑明星学区吗 主播惠文帮帮我 怎么样进准定位明星学区 买房不吃亏 主播惠文来帮你 go 像小周夫妻一样 想在台北市买房的新婚夫妇 近三成会选明星学区 这让房价有支撑 中正大安区的明星学区房价 每平70万以上 本来就是位于在台北市的精华地段 那包含像这个双蹲学区也是 那这边的话 当然它的这个房价也比较高 那另外一方面 不论是这个生活机能 以及交通的部分都是比较好的 像台北市松山区 中古屋房价平均每平60到65万 如果在明星学区 像敦化国小敦化国中 一平最高可以喊到80万 而且是很多人抢着药卖得快 脱手是不是也比较容易 会比较快 脱手的时间的话大概会差 明星学区跟不是明星学区 大概会差三到半年的时间不等 这间房屋的部分 是33.69平 然后开价部分才1750而已 它单价一平才51万而已 有专属的机场私房景点 骑机车到敦化国小也只要8分钟 但因为不属于明星学区 房价还有打折空间 学区不同 房价差很大 甚至单双数门牌 也让房价又高低 以光复北路为例 单号跟双号的门牌 学区就是不一样 那学区不同的情况之下 一平房价至少有5万的差距 像中正区南昌路 单数门牌属明星学区 东门国小中正国中 比双数门牌的房价硬是贵了一成 位在淡皇区的明星学区 房价溢价空间小 虽然属意要让小孩读明星学校 又不需要买房负担大 铁开淡安区中正区 其实还有其他选择 比方说这个政大附中 它这几年的话也是蛮夯的 很多父母想要抢进这些学区 那它的房价的话 就会是比如像中正学区 或者是进华国中这边 大概差不多是六成到五成这样子的房价 单重极美国小的话 这几年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学区选择 那这边的房价的话 普遍来讲的话是三字头到四字头 但跟台北市的房价比起来 就会相对低很多 其实好学校很多 但如果限定明星学区 可以多和当地仲介打听 或是上教育局网站 精准掌握明星学校的路段和门牌号 飘18到25平 总价比较平易近人的房产 六年或九年之后 要脱手也相对容易 因为你喜欢的明星学区 相信其他家长也会爱